港股被美國的突擊器馬 向中國加徵這個稅行嚇一嚇 曾經跌過超過300點 但今早早就做好一些 最多是升超過200點 上回28,500點的水平 我們馬上看看今早恆子的走勢 恆子今早在低開51點 低見28,217點 但之後是回升的 中月升越有 最多升超過200點 中午就接近在高位收市 半日成交都有451億 我們馬上看看恆子中午收市表現 恆子中午收市升到201點 收報28,512點 至於國指就升到143點 收報10,801點 美國昨天將會對中國貿易戰升級 公佈向另外2,00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受加徵關稅的一個清單發布了 但稅率比第一輪的兩成半少了 只是一成 官媒繼續開聲撐回A股 今次就輪到新華社 就說A股股值處於歷史底部 又說中國防範化解金融風險的力度是前所未有 再加上有外國媒體就說 內地正是考慮一系列的反制措施 見到上證中指今早上升近2% 上去2,800點彎 不過見到人民幣走勢就很波動 另外人民幣亞洲市開市頭1個小時 就已經跌了100個點指 對美元曾經跌穿6.72的水平 去到近11個月的低位 但之後又急速反彈 上去6.7的水平 我們馬上來今天的嘉賓 盧之明和我們一起談談 Hello Ken 是 支持你好 見到港股昨天跌了600多點之後 已經是全日低位 還要是跌幅收窄 跌市成交亦沒有增加 今早早港股都繼續有彈 港股是否也不算是若過若煲 28,000點支持是否算是挺堅硬 我想幾樣東西看 是的 第一個層面就是 之前講的340億 接著160億 那個時間出來了 也是正在正中的 現在講的2,000億 其實早前特朗普打這兩張牌的時候 2,000億的數額已經放在這裏 只不過是給大家一個比較錯愕的感覺 就是這麼快增完第一輪 這麼快出口水講第二輪 只不過是令到大家在昨天打了個冷陣 但是2,000億的數額大家放在這裏 還有我想2,000億裡面 大家最初都打算會不會是25個百分比呢 原來這次出來是10個百分比 都令到市場就開始覺得 會不會這個真空期 真空期就是8月 仍然初就做過資訊 接著8月底如果是實際行的話 9月才行 即是說有個時間的真空期 有個時間的真空期 即是恆生指數呢 昨天我相信大概在2萬8附近 我們再給多少少少 在5多天前 2萬7,830點 應該暫時是一個短線的支持位 應該這個營造反彈 如果以6月的起步點 以16年的起步點 去到恆生指數最高 3萬3千 4百14點 跌下來 接著做一個反彈 這個支持位 做反彈的話 應該大概說 是2萬9千3百點附近 這個第一個關卡位 就是正正是250天線了 相信接下來這個 兩個星期 都有一些機會 這個 慢慢磨一下磨一下 會磨到上去 250天線附近這些水平先的 即是說反彈呢 應該某程度上 就有機會延續到大約2萬9千3百點 好 大家可能看回2萬9千3百點這個位置 但Kenna 剛才其實你也提過 貿易戰和人民幣等等的因素 其實是否都會繼續左右住大使呢 我見到觀眾都很關注中美貿易關係 他們就說 貿易戰入面 美國最終會不會反而是輸價呢 其實現在的戰況 你又覺得是如何呢 其實特朗普在用一些手法來試水溫 你看到他340億跟著860億 某程度上 現在再拋2千億出來 其實他自己為什麼會逐些逐些去試呢 就要試一下究竟這個關稅的情況 對他自己本身有沒有什麼影響 他如果試到水溫 這個340億的那個數碼 對我自己本身沒有影響 對國內影響大了 那他就會繼續試探多一點 那現在我想他在行一個行為 他非常小心 非常之難 可以用四個字 老奸句話 他現在試水溫 就看看究竟他的承受能力去到哪裡 當他見到承受能力承受不住的話 又是用他自己本身一個彈弓手的角色 他最喜歡彈弓手 所以我自己覺得現在暫時大家都是 某程度上在喘息 反彈仍然會做的 但是中美貿易戰和人民幣的那個關係 大家也要留意著 因為這兩個都是左右著 第一 左右著國內市場 也都左右著港股這邊的增加 今天你看到國內上證A股 其實表現都不錯 尤其是上證 就是回到2,800 我想最主要的一個關係 就是大家看到 那2,000億 原來是去到8月附近 就是有個死線在那裡 也是這個徵稅的百分比 也比預期中少了 這些都做到一個舒服作用 但是這兩點 絕對是影響著國內市場 甚至是港股的最主要因素 大家都要繼續留意著 中美貿易的一個關係去發展 但是看到有很多觀眾 其實還留意另一隻股份 說的是763 很多觀眾就說 可不可以追呢 看到大市都是升200點左右 但是那些股份 有些就開了Party 說的是中興通訊763 A股股今天都是報復式反彈 H股這邊是升超過兩成 而A股就升一成去到停板 事關美國商務部 終於跟中興通訊簽了協議 只要中興通訊 將4億美元傳入一個托管帳戶 美方就會解除對中興的禁令 Ken 見到中興就終於守得雲開見月明 美國就將會取消近三個月以來 禁止對中興出口產品的禁令 中興就可能將會恢復正常的營運 但今早早股價報復性感升了那麼多 如果之前低位入了博一博 其實現在是否可以先吃了壺 其實這個報復食散彈 跟它的高位跌下來 還是差天共低的 只不過在低位現在基數低了 走上來兩成過去 大家覺得哇 升了很多 但是還沒計算它之前 由熱口跌下來25、6元 倒到10元邊 我想這樣看 現在雖然大家覺得 手得雲開 但是往後日子 這些股份 其實某程度上 是不是一個中長線 持有的一些股份 我覺得絕對不是 是 你之前說的伊朗事件 已經跌了一大浸 現在這次又再多一次 是美國 又再多一次下來 那純粹短線 短線 我想反彈位應該有機會 慢慢逐步走路上去 大概15元附近 這些水平 甚至16元的可能性都會有 但是 都是個人不建議 短線的一個部署 就好過長線 因為政治事件的一些股份 其實不適合大家做一個長線的部署 好啊 大家可能看回15、6元這些水位 但是如果現在沒有貨 我看到很多觀眾都疑惑 可不可以追 如果是15、6元這個水位 其實你覺得直博的一個機率有多大 其實一個重點就是一個短線 短線就是頭幾二味很濃的了 那投資者覺得值不值得 就是以它自己本身的一個目標區域先 如果第一個目標區域 說的是15元 第二個說的是16元的話 現在說的是大概是13.6元 那你可以算一下 那個目標區究竟值不直博 如果以指示位大概數下去 如果你算一下昨天最低點大概是11元 那上面如果你現在看著15或者16的話 那我覺得可以去考慮一下 但是這些股份定好止蝕的話 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因為純粹都是做一個短線做的作者 不是一個正常線的一個部署 所以這些股份短叉是無妨的 好 那大家可能就算想搏也搖完手止蝕 我們說完這隻中興 不如就跟Ken你談一下手機設備股 因為看到這隻順域光學2382 就出了6月的出貨量數字 手機鏡頭出貨量是按年升到8.3元 按月都升到1.4元 至於車載鏡頭出貨量 按年就升到2.3元 鏡頭模組出貨量 按年就升到3.6元 但可普遍都覺得好過預期 不過野村就擔心 順域今年的手機鏡頭模擬率表現 尤其是可能會近來就一個人民幣的匯率轉弱 可能都會拖累 而這隻順域今早都曾經升超過5% 中午收市都升到5.7% 就收佈150.2元 都站上150元樓上售 至於跟它是孖寶的瑞聲科技2018 就反而是要跌了 微微偏遠百分之0.19 就收佈104.8元 Ken 見到順域出貨數字都英俊 大行就齊齊唱好 手機設備股當中 順域又是否你杯茶 如果計算手機設備股的話 順域我相信都是大家杯茶 其他一些相應地 比較多因素影響 幾樣東西 對 你們看到順域的營運數據對玩 你看到三鏡頭手機 或者車載鏡頭這些都成為它自己本身的亮點 最主要其實它自己本身的合戶 其實都是在國內的手機箱裏面 比起外圍因素影響比較大的其他公司 會比較好些 我想藉著它自己本身的營運數據 比較英俊 其實有些機會慢慢的股價爬上去 早前一個比較早點的跌口位 大概是160-160元附近這些水平 那這一陣如果恆生指數還是反彈的架局 仍然細大的話 它有些機會爬上去160元邊 甚至160元這些水平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著 如果是手機設備股的話 我相信順域其實都是大家 一些首選股份來的 好啊 但有觀眾想問回2018元 不知道有沒有貨 觀眾SY旺 他就問回2018水星 會不會上回130元呢 但見到現在已經落到100元邊左右的位置 如果要上回130元 都已經是今個月頭的一些水平 那有沒有機會上回這些水平呢 第一件事要上回130元的話 我想第一件事就是要它自己 接下來出些營運數據 可以信服到市場 那因為市其實是比較差 它自己本身的股價 我也可以留意著 一浪是低於一浪的 那如果你說現在它有能力走上130元 我想先看著第一件事先 第一件事就是 你看到它每一次彈 近這個階段 有兩條移動平均線 是它自己本身比較大的壓力 就是50天線 那現在50天線的所在地 就是它116元附近 能夠彈穿到的話 才有機會走上去 說到125、130元 那個位置都彈不穿的話 那我覺得到時才再考慮 暫時你說到130元那邊的話 我覺得顏值上早轉 好啊 即是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我們談完手機設備股 之後我們不如看看科網龍頭騰訊 看到騰訊今天都反覆靠穩 中午收市都升到0.2% 就收報380.2% 那麼計稅信和野村之後 就再由大行降回騰訊目標價 今次就輪到大摩 將目標價由508元降到498元 大摩就預期騰訊第二季會受到旗下遊戲 絕地求生貨幣化延後 和支付業務存款的法規改變 還有世界杯所影響 但是預期第二季只是一個過渡期 相信它在遊戲、廣告和支付業務的領導地位不變之下 下半年是會有更多的股價趨化劑 所以就維持騰訊增持評級 Kent 見到近日 騰訊都是區間上落 有人就說大戶是沽他去買小米 看到今天表現反覆 仍然在250天線以下 騰訊是不是已經大勢已去 還是像大摩那樣說 負面因素只是過渡期 我覺得一些技術區域未突破 就不要當它轉勢 也當它是一個調整 證固當中 因為去年升的幅度太多了 你怎需要休息一休息 還有現在暫時的市場是比較弱勢情況的時候 一個風向二就是騰訊 相對地處於弱勢也是合情合理 我不覺得恆生指數短期裏面 可以有機會或者很大的力度走得上去很高 所以騰訊也都你說要走很高的可能性 應該也是不大 現在上面一重一重的關卡 留意著一些叫技術指標 250天線 現在說的是 仍然都沒有爬上去 大概是385元以上附近 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幾條移動平均線就密集在這裡 我自己覺得 250天和100天線的代表性會比較高 相信如果短期裏面 我相信這個股價 大概是373元附近 至到410元附近這個位置 就上上下下線而已 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突破 我唯一恆生指數還是在這些位置 香港去沉沉去到29,300 又去到250天線 就沒什麼滴水的話 我自己覺得 暫時騰訊都是犯犯覆覆 沒有什麼特別有利好的動作 可以爬上去 說的是430元以上 那會不會呢 可能都是要等到公佈業績 那個時候 技術方面才會有一些突破呢 我想業績都未必是一個最主要因素 當然是其中一個考慮 其實最主要就是外圍因素 因為如果指數仍然壓住了 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彈力 或者動力走上去的話 剛才已經提及過一件事 騰訊是這個大市的風向而言 如果恆生指數沒有一個明顯的 叫技術走勢轉好 或者走上去帥氣的話 騰訊都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動力 可以配合到拍到上去 好啊 大家都要看著大市的走勢 去看看騰訊會不會有一個突破出現 我們不如看看其他觀眾的問題 Kent 看到有觀眾就問一些藥股 他應該是有貨的 因為他就問兩隻 一隻是1093石藥 一隻就是1177 看到兩隻都是有貨的 看到1093 他就在22.9毫半入 而1177中國生物製藥 他就在13.6元的時候買了 那應該是繼續等還是止虧呢 Kent 市場開始有些反彈勢頭在的話 我覺得就仍然持有著 因為藥股、教育股 甚至一些物業管理股 相應地 我相信那個彈力 應該在這一層的反彈裏面 會比較強一些 那如果既然是之前買了 如果是暫時短期來說 少少坐艇的話 我覺得 你可以先持有著 等回恆生指數 真的慢慢逐步迫 迫回到29,000樓上 到時再看看怎麼做 因為現在暫時我覺得 真的某程度上 一些比較差的消息 都擺出來了 那會不會突然間 再有一個更大的差的消息出來呢 我覺得就不一定會住 可能這個真的 某程度上是反彈的真空期 可以持有 好啊 那我們不如再看看 另外一條觀眾的問題 看到觀眾 Philip Jones 他就問港加鎖388 他就想問 現水平可不可以買呢 看到今天都升到1% 就收報234.2 Ken你又怎樣看呢 現在可不可以買呢 其實什麼股份都可以買的 其實是視乎你自己本身的目標價 還有究竟你怎麼看它的中短長線 那個策略 那如果以港交所為 例早前260幾元 一直滾到225元 那市反彈都會跟上去 但是如果你看回它幾次的反彈 如果深水清一些的 你看到它的下降軌 由大概2月開始 恆生指數到頂 港交所的完美的下降軌 其實一直滾下來的 每一個頂部位置都低過每一個 那現在營造反彈 我覺得有些機會 慢慢向回大概240元 流上 多一點 大概245元附近 都有機會做到的 但是這個純粹反彈 一直都沒有升穿下降軌的話 不是技術斷勢 純粹是一個技術反彈 那這一點投資者要留意 好啊 如果想搏的話 可以留意240元 做回一個操作 那麼我們今天就跟Ken 聊到這裡 多謝Ken 想問你有沒有持有 剛才說過的股份 沒有持有的 謝謝Ken 也多謝各位觀眾的問題 不如看看 現在恆指中五開市之後的表現 看到現在大約是升到 240點左右 在28,550點水平 我們4點半 收市又計 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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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